三节课我们讲了一盒月饼 好来先请回答一下 这个图中 这个图里 它是一个什么食品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呀 月饼 月饼 这是什么节日 这是什么节日 中秋节 中秋节 那它的活动 这个节日 这个中秋节 它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 目的是什么 对吧 目的是什么 与佳人团圆 与佳人团圆 与佳人团聚 好非常正确 好来接下来我们看到 在这里有生词 好首先 我们看到第一个生词 好来 请你来 老师 老师你叫谁 我叫 阴书 阴书 中秋节的时候 中国人都要吃月饼 好对 第二个词 清晨 清晨很多老人在公园里锻炼身体 好对 清晨 清晨我们也可以叫做早晨 早晨 或者早上 上午 对吧 好第三个 还是音书 好对 也就是 哎 我走着走着 我的前面 我的对面 突然跑过来 一只狗 好 谢谢音书 好下一个 阿凤 阿凤 母样 公司楼下 乘车 以惠荣民 公母上的男人 哎 对 这里母样 对吧 也就是样子 样子 叫人 对吧 样子 好像一位农民工的模样 农民工的样子 好 接下来下一个词 还是阿凤 他打量 他仔细地打量着我 对 他仔细地打量着我 好 也就是 在这打量的意思 他就是 看 他仔细地看着我 他很认真的在看我 好 来下一个词 还是阿凤 他认真思考了一番 才回答我的问题 对 他认真思考了一番 才回答了我的问题 也就是 他认真思考了一会儿 他认真思考了一轮 一番 才回答了我的问题呢 好 接下来下一个词 好 阿梦 搓 他一边搓着手 一边紧张地看着我 对 搓手 对吧 冬天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搓手 冬天的时候 好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词 翻 翻 对吧 好 它是一个炼词 炼词 炼词 好 一般呢 这个词 我们用来形容 就是 他费的时间比较多 花费的时间比较多 并且需要用的力气比较大 或者说 他的时间 过程时间很长 诶 意思呢 就是 变 回 四轮 对吧 变 回 认真思考了一遍 认真思考了一番 认真思考了一回 好 我们看到 在这里 阿梦 你继续读第一句 他打恋了我一番 到嘴边的话 又不说了 对 对 他打恋了我一番 他打恋了我一遍 他打恋了我一回 好 第二句 好 还是阿梦 那 那只小鸟 做了一番 最后的 撑茶 慢慢的 躺在那里 不动 不动了 不动了 是的 我们看到 那只小鸟 做了一番 最后的挣扎 好 一番 也就是一变 一回 慢慢的躺在那里 不动的 也就是他怎么样了 他死了 死了 死了 去世了 死了 好 来 我们继续看到 刚才是他的 第一个意思 对吧 他的第一个意思 就是变 回 冷 对吧 一次 一番 好 那他的第二种意思 是用在表示你的心思 也就是你的想法 心思 你的想法 你的虚拟 你的虚拟 好 你的想法 和你的言语 也就是你说话 你的语言 以及过程 哎 想法 语言 过程 那表示次数 次数 也就是前面的数词 也就是在翻字的前面 翻字的前面 你只可能加上一 一番 或者是几 几番 表示一次 或者几次 你们看到 好 来 音书 我们看第一句 请你读给大家听一下第一句 父母的话 常常在他耳边回响 他总在提醒自己 不要辜负了父母的一番希望 对 这个词是辜负 辜负 对 父母的话 常常在他耳边回响 他总在提醒自己 不要辜负了父母的一番 七万 哎 一番 你们看到他前面的这个数词 用的是一 对不对 一 好 来 第二句 阿凤 经过了几番风雨 他才懂得人生的价值 对 经过了几番风雨 他才懂得人生的价值 好 那我们看到这里 风雨 好 想一下 这里的风雨 也就是 什么东西啊 要经历什么 困难 困难 对 经历困难 经历了几番 也就是经历了好多次 经历了几次困难 他才可以懂得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好 很好 大家注意了 其实在这里和在这里 虽然 这里强调的 一个可以用数词来强调 对吧 一个没有数词 但是其实他们都是表示次数 对不对 对不对 次数 好来 我们看到他的第三个意思 是用在动词翻 这个也读翻 这个也读翻 好 用在这个翻的后面 他的意思就是背 背 好 背也就是怎么样 翻背 两背 对不对 好 来我们看到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好 阿梦 和五年前比 作书人的工资已经翻箱了 翻翻了 翻翻了 对 有点像箱 是不是 对的 很像很像 对 好 翻翻了 翻翻的意思 也就是工资增加 还是减少呢 是增加 增加 对 工资增加 工资增长 好 我们看到第二句 它比较长 我们一起看一下 翻翻的意思 就是在基数上增加一倍 这里有个基数 大家记住基数就是数字 数字 增长一倍 比如一个 一个翻一翻 一个翻一翻就是两个 对吧 一个翻一翻 就是两个 也就是翻一倍 就是两个 在一的基数上增长一倍 在一的基数上增长一倍 是哪一位同学在说话是吗 好 来 我们继续看到 那两个再翻一翻就是四个 四个再翻一翻就是八个 那请问同学们 八个再翻一翻是多少个 十六 对 很好 是的 这就是翻一翻 一倍 两倍 三倍 翻一翻 翻两翻 翻一倍 翻两倍 也就是倍 倍 记住了 动词前面有一个翻 意思是倍 倍 好 乘语二 对不对 乘语二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 在这里要用翻 用用翻来改写句子 大家注意看 我们刚才就只讲了三种用法 好 第一句是阿梦的 第一句是阿梦的 第二句是阿凤的 第三句是音书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 两分钟 是 有 一 三 二 有一 二 老师我来第一 好阿梦已经好了请说 经理说 如今确定下来的改革方向 是经过了一番认真考虑的 对很好正确 把长时间换成一番 对前面你还加了一番很好 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二个概念 好阿梦可以再说一遍吗 经理说 如今确定下来的改革方向 是经过了一番认真考虑 好 正确 第二句 不知道阿凤同学想好没 或者英书同学想好没 他看这些读号 也是经过了好几番艰苦付出的 也是经过了好几番艰苦付出的 你把好长时间改成了好几番对吧 好 也是经过了几番艰苦付出的好几番 对几番几番 好第三 英书 他把我从上到下好好打量了一番 还是有些疑惑 仿佛不敢确定我是谁 对一阵子换成了一番 对的一阵子换成了一番 他把我从上到下好好打量了一番 还是有些疑惑 反复不敢确定我是谁 看不出来我是谁 好正确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生词部分 好第一个生词是阿凤的 好请读 好 附近保金针针针针 附近保金针针针的链上露出心慰的笑容 对心慰 心慰 好这一个词是心慰的笑容 对心慰的笑容 好 父亲保金针针针的脸上 我们用这个成语来形容 父亲的脸 那我们可以看出 父亲已经很老了 并且他经历了很多 都写在了他的脸上 他的经历都写在他的脸上 好正确 好来第二个词是音书的 第二个词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动作看起来有些迟疑 对迟疑有些迟钝对吧 有些犹豫 本来他马上就可以做 可是刚才他犹豫了 他想了几秒 然后他才做的 这个就是他的迟疑 好接下来下一个词 我们也经常用到 好 阿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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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梦不小心出去了 好没事 英书你继续读一下这个词 拜托 他看了看我 不好意思的说 要拜托我监视 对拜托 好 英书老师能不能拜托你 你可以帮我批改一下作业吗 对不对 拜托 阿梦 我想拜托你帮我翻译一下 是不是 拜托 也就是 请求别人帮助自己做某一件事情 并且是怎么样 很诚恳 很有礼貌的 好来 下一个词 好 阿梦 你来 流露 父母的牙神 流露出对孩子的无比关怀 这个是眼神 眼神 对 眼神 对 父母的眼神流露出对孩子的无比关怀 那也就是眼神显示出来 对吧 我们从父母的眼睛当中 眼神当中看出了 他们很关心 孩子很关怀孩子 很关爱孩子 好 来 下一个词 阿凤 你继续 你继续读 朴实 这个男神 非常朴实 朴实 对 这个男人非常朴实 好 阿凤 你喜欢朴实的男人吗 我喜欢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下一个词 音书 过于 你们过于紧张了 他又不是一个人去上海 对 所以会发现这个过于其实很简单 把它换成我们以前经常用的词 滑 甘毯滑 换成哪一个 太紧张了 你们太紧张了 你们过于紧张了 哎 你们过于开心了 你们太开心了 是吧 好 看到 阿梦回来了 阿梦来 下一个词 最后一个这个词 操劳 父母操劳了一辈子 只为了孩子更好的生活 对 操劳 只为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哦 只为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对 这里的操是操心 操心 啊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操 是操心 对 操心 劳 好 劳是劳动 劳苦 也就是很操心 很费心的劳动 哎 为什么 就是为了想要给孩子要赚钱 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 下面的一个词 好 阿凤 你来 胡须 听说美国每年都有一场 最美胡须的比赛 胡须 好 有没有听过 一般男人 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男人 很喜欢有胡须 或者我们也可以叫做胡子 胡子 胡子 对吧 胡子 好 你们觉得有胡须的男人 有胡子的男人怎么样 越南女孩子喜欢有胡须的男人吗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你们三个没有一个喜欢 不喜欢 都不喜欢 为什么 为什么会不喜欢 看起来不太干净 看起来不太干净 还有吗 看起来比较老 看起来比较老 好行 看来理由应该差不多 是吧 好 胡须 也叫做胡子 好 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 音书 起码 看完这本书 起码需要一个星期 对 起码需要一个星期 那我们会把它翻译成音哟 对吧 我们还学过一个同一词 音哟 还可以说什么 哪一个词 至少 至少 对 看完这本书 至少需要一个星期 对 正确 好 来 下一个词 阿梦 口音 这个人是南方口音 对 这个人是南方口音 好 他说话有口音 我一听就知道 他是北方人 因为他有北方口音 对吧 好 继续 看到下一个词 阿凤 中国德乡 经济发展也很坏 相正 对 相正 好 下一个词 还是阿凤 继续 阿凤 原先 我原先没打算 车车末回家的 对 我原先没打算 车车末回家的 所以原先我们还可以用 LUTO 还有哪个词 本来 对 非常好 本来 对 对 我本来没打算 是周末回家的 但是爸爸妈妈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 等等等等 好 继续 哦 sorry 好 来下一个词 是音书的 裁编 这位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裁编 对 对 裁编 好 现在在越南 裁编多不多 也得也挺多 多吧 嗯 也挺多的 是不是 老师也 好 因为我也在街上看到 我觉得蛮多的 好 那你们平时是 自己做裁缝 还是拿去外面 给别的裁缝 来帮你们改衣服呢 我拿去外面 哦 拿去外面 好 拿去外面给别的裁缝 是吗 好 好的 自己做裁编 不能比他 好 哦 是吗 好 对 因为别人有手艺 别人比较专业 是不是 比较专业 好 来 接下来 下面一个词 是阿孟的 港口 他现在在这里 他现在在这个港口干活 哎 对 他现在在这个港口干活 港口 我们也知道 越南因为海的面积很大 所以在越南也有很多港口 对吧 港口 好 继续 我们看到这个词过于 刚才我们说了啊 过于开心 过于担心 过于紧张 好 它是一个副词 表示已经超过了一定的限度 太过分了 对吧 太过分了 已经过了 哎 好 一般 它的格式 大家可以记一下啊 我们经常会使用这个词是 过于 加上形容词 过于跟着形容词 或者过于跟着动词 过于跟着动词 或者形容词 好 我们看到在这里 你们看它后面跟着动词 你们看它后面跟着是匆忙 对不对 匆忙 它太匆忙了 过于充满 非常的匆忙 好 来这一句阿凤 你可以给大家读一读吗 对 对 好 来我们也顺便问一下阿凤 阿凤 没有手机 你可以没有手机 你可以不使用手机 多长时间 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控制 多长时间 比如你五个小时 可能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可能 没有手机 不行 没有手机不行 你的最多时间是半个小时 30分钟 好 来那问一下阿梦 阿梦你呢 我是手机不离生的那种人 我连睡觉都要用手机 手机不离生 用了一个词非常好 好 那继续 我再问一下 英叔你嘞 我也是 是不可离生的一种东西 手机对你们来说 就是不可离生的一种东西 好 那你们有没有试过 就是你多少个小时 不看手机 有尝试过吗 如果工作太忙的话 也没有时间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 手机 手上都是都有手机 就是走路也看 洗澡也看 上厕所也会看的内容 对不对 对 是的 对 好 现在不只是咱们同学们 还有老师 对不对 几乎现代人 在全世界 我们去旅游啊 或者是走路啊 骑车啊 我们都会看见 所有人都是低头拿着一个手机 对吧 这是全世界的通病 全世界的通病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句 刚才这次是阿凤 对吧 好 来 看到下一句 阿梦 你来 进了山才发现 这里人 焉过于 稀少 稀少 看这山好一阵子 都见不到一个人 对 这里人焉过于稀少的意思就是 人很少 稀少 很少 用来形容非常非常的少 我们叫做稀少 稀少 好 接下来最后一段话 最后一段话是不是音书的 这只回轮到我打量他了 宝金苍苍的脸上流露出朴实 一双固于操劳的大手 无需 几码一个星期没刮了 南方口音 嗯 好 OK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里过于充满 后面跟的是充满 过于稀少 后面跟的是稀少 形容词 充满动词 好 在这里过于操劳 也是跟着动词 对吧 动词 那过于开心 过于快乐 开心快乐 这些词就是 形容词 过于聪明 哎 大家会发现 聪明翻译成越南语是什么 聪明翻译成越南语是什么 聪明 用越南语是什么 聪明 聪明 对 聪明 好 那你们还有一个词是什么 叫什么 昆卦 对吧 昆 是不是用这个词 对 哎 但是可能有一点点 贬义 对 有一点点贬义 是的 好 老师就是想要讲 这个 对 他和聪明 和你们说的聪明 和这个昆 意思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对吧 有点贬义 那这个时候 中文当中 怎么用 他有一点点 精明 对不对 中文当中可以用精明 精明 或者不想乱坦 不想直说 不想直接说 那有的中国人就会说 他这个人 过于聪明了 过于聪明 对吧 有点过分 有点呱呆 有点过分 所以就是 太聪明了 因为一个人太聪明了 也不太好 是吧 让别人觉得有点害怕 有点恐惧 好 所以呢 就是想告诉大家 有的时候 大家想要有一点贬义的话 可以说 过于聪明 他太过于聪明了 啊 好 好 可以理解这个词 对吗 对 行 那咱们继续接着看 就用这个过于 过于 好 第一句 第一句是阿梦的 好 第二句是音书的 第三句是阿凤的 我可以接下来的 有点耳独接着看 哪一位同学先坐好就告诉老师 我先来吧老师 A好是哪一位同学第几题 一书 第二 OK请说 我要过于看重金钱 这边有很多东西比金钱更宝贵 非常好 谢谢你的回答 不要过于看重金钱 这是你填的 那如果老师在这个前面 叫一个不要太过于看重金钱 能不能你自己读那个语感 你感觉这个语感行不行 不要太过于 不要过于 这个不可以 可以 这个是可以的 可以的 对用来强调 我们说只有太狠 这个不能放在一起 你太漂亮了 你很漂亮 你太狠漂亮了 不行 不可以 对吧 好 但我们可以过于的前面 再加一个狠字 我觉得他这个人太过于看重金钱了 他这个人过于看重金钱 再加一个太在前面 更加的强调 非非非非非非 非常 是吧 太字是可以的 可以有 可以没有 就看你要不要强调 好 来 音书的已经做完 另外两位同学 哪一位做好了 我 第一个 好 阿梦 有的登山爱好者遇险 是因为 陆山 山路 还是陆山 山路 山路 过于窄 好 山路 过于窄 过于窄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他路太小了 是这个意思吗 是 我们可以换一个词 因为山路过于什么 陡峭 陡峭 对 陡峭的意思就是很难 很难走 很难去爬 太陡了就是你走一步就很容易摔跤 走一步就很容易摔跤 这样子叫陡峭 陡峭 对 山路陡峭 山路陡峭 或者山路险峻 也可以 我们一般用陡峭 好 挺好的 对 山路 记住啊 不是陆山 是山路 山路 好 来 下一个阿凤 同学 你把他看得过于怀疑了 其实他是个又简单又全部的人 过于怀疑 怀疑是一个动词 对不对 你把他看得过于怀疑了 但是这个怀疑一般是用在 我主动去怀疑某某人怎么怎么样 我们可以用一个词 他是一个 哪个词 复杂 对 对 你把他看得过于复杂了 其实他是个又简单又淳朴的人 为什么老师给你用复杂 你会发现后面的句子 他用了一个他的反译词 他用了他的一个反译词是哪个 简单 简单 对吧 所以他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 在提示我们前面可以跟他用他相反的词 反译词 你把他看得过于复杂了 其实他是个又简单又淳朴的人 你想太多了 是吧 好 挺好的 好 非常好 来 接下来 这个作业集 我们下去之后再完成 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到 好 在这里又来了 灭 主 喜 生 又是跟他 哎 有同一个词 对吧 好 来 我们读一读啊 让我们找到那个 语感 好 来 第一个词 阿凤先来 面 好 有哪些面字呢 阿凤 我忘了开麦了 没关系 见面 会面 迎面 有面 片面 全面 方面 对面 面对 面临 面 面前 面对 面 爱 面 对 好 刚才 阿凤读的这个 是什么面 表面 对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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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是的 表面 对了 表面 好 来 我们继续 继续看到 好 下面 是主 主 好 来 阿梦 主要 主题 主讲 主持 主任 主席 主管 主道 主机 主客 主流 主体 陷入为主 嗯 这个词是 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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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主导 好 很好 其他没啥错误啊 好 刚才也是 阿凤也是一个字 阿梦也是一个字 好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 下一个 喜字 音书 欢喜 欢喜 惊喜 和喜 惊喜 喜庆 喜悦 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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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庶 贺喜 欢天喜地 喜气洋洋 哎 好 对 在这里 喜字 好 我们会发现 结婚的时候 我看到 越南 有的家庭 有的家庭 没有 有的家庭 也有 也会有 这个喜字 但是大家会发现 是不是这个喜 不是 对 是 它是双喜 对我们叫做双喜 也就是两个喜字在一起 两个喜字在一起 好 正确 来最后一个 身 好 身 阿凤 请你来最后一个身 身体 身边 身影 身材 身心 转身 几身 随身 自身 健身 受身 领身而出 好 没问题 挺好的 来 接下来 咱们继续看到 声词 好 首先第一个音书 斯文 你和我女儿一样 看起来 斯斯文文的 对 斯斯文文的 也就是很温柔 对吧 那斯斯文文 它的反义词是 大大咧咧 大大咧咧 斯斯文文 你们会发现 有的男生 特别是戴着眼镜 对吧 说话声音小小的 然后呢 这个就叫斯斯文文 你长得好斯文 或者你的性格 很斯文 说话都是很温柔的那种 但是有的 有的同学 他就是大大咧咧 他就喜欢说话 有什么 他就说什么 并且他声音很高亮 对吧 比如 什么 叫名字的时候 对吧 大声大声的那种 他的性格很大大咧咧 我觉得他好大大咧咧 对吧 说话声音很大 好 来 接下来 下一个词 阿凤 他这个人 心眼好 很喜欢帮助别人 对 心眼 好 这个儿子 如果没有读出来 不能够读出来 就不要读 把他丢掉 把他拜拜掉就行 心眼 心眼都可以 他这个人 心眼好 很喜欢帮助别人 在这里 心眼好的意思就是 他这个人 好 有个词 都不 尚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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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是一个尚良的人 或者他是一个内心很好的人 他的心也很好 他很尚良 非常的很喜欢 非常的喜欢帮助别人 很喜欢帮助别人 好 来下一个词 阿梦 心欲 父母教育我们做一个守信欲的人 对 守信欲 也就是有信欲 对吧 有信欲的人 好 要有 守信用 有信用 不能骗人 好 来 下一个词 就刚好是这个骗子音书 欺骗 你怎么能欺骗我呢 对 你怎么能欺骗我呢 你怎么能骗我呢 好 下一个词 阿凤 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 我终于拿到了 硕士学位 拿到了 拿到了 硕士学位 是的 研究生毕业后 我终于拿到了 硕士学位 好 在这里 不要发轻声 不要拿到了 拿到了 好 最后一个词 阿梦 一流 很多父母希望孩子长大后 能上一流的大学 对 上大学 上一流的大学 好 一流就是最好 最好的大学 好 一般的大学 上一般的大学 上不怎么好的大学 对吧 所以我们会发现一流 一流这个词也就是最好 好 最好 好 来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区分这两个词 起码和至少 起码和至少 好 大家可以看到课本 看到课本 待会我们也是要看到 好 在这里 这个图大家更清晰的可以去看 因为这里只有例句 只有例句 好 来 我们看到 在这里 起码和至少 它都是表示一个最低的限度 对吧 阴阳 最低 那我们看到这个句子两个词都可以用 小孩子每天要睡九个小时 或者小孩子每天至少要睡九个小时 但是不同点 首先我们看到起码 它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词 所以它可以出现在名词的前面 它可以放在名词的前面 但是至少是一个副词 不可以放在名词的前面 好 所以一个可以放在名词前面 一个不能 在名词前 不能 例如我们看到这句话是 按时上课 这是对学生起码的要求 对吧 还有或者上课不迟到 这是学校 这是老师对学生起码的要求 好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不能放在名词的前面 要求要求 有狗 对吧 的要求 它更加是个名词 不可以说 这是对学生至少的要求 没有 不行 这句话 整个就是错误的语法错误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起码的前面 大家可以加上这个副词字 罪 罪 用来强调它太太太太少了 非常非常非常少 最低的要求 但是至少的前面 不可以有罪 不可以 好 不能说最至少 只能说最起码 比如我一个月的电话费 最起码也要100块钱 但是不能说最至少也要100块钱 但是把罪词去掉的话 我一个月的电话费 至少也要100块钱 是可以的 好 所以这两个词区别起来 其实不难 大家就记住 名词前 是起码 罪的前面 罪的后面 对吧 可以跟上起码 至少既不能做名词 也不能加上罪 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区分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的句子 在这里有几个句子 有四句 好 第一句是阿凤 第二句是阿梦 第三句是英书 第一和第四都是阿凤的 我们一个星期 几买要上 六十 十六个小时的课 对 十六个小时的课 对还是错 对的 还是对的 正确 它是对的 好 第二句 阿梦 记住每天学过的生词 这是对学生 这是对学生 至少的要求 错的 为什么 至少不能在名词前面 对 很好 谢谢阿梦 第三句英书 人家帮了这么多忙 人家帮了这么多忙 你最起码要说声谢谢吧 是对的 是对的 因为前面 前面可以加上 对 起码的前面可以加上 起码的前面可以加上对 好 很好 第四句阿凤 我看那 相比 我最至少也有十公斤 是做的 因为 至少的前面 不会 脆 那如果要把 至少在这里 可以换成什么 过 起码 最起码 起码 很好 好 那看来这个概念 大家理解起来并不难 好 来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 下一个生词 好 阿梦 骨干 她的女儿算得上是 那家大公司的骨干 对 骨干 对吧 骨干也就是 主要人物 面舞级 对吧 主要人物 骨干 好 我们发现这个字是多音字 在这里要读歌 暗干 骨干 那她还有另外一个读音是啥 干 干 比如 干 肉 好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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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干 干 干 对 很好 阿梦继续下一个词 拨 我一直拨打她的电话 却无人接听 对 我一直拨打 我一直打她的电话 没有人接听 很好 下一个词音书 人就 不年过去了 他人就保持着年轻时的习惯 嗯 对 人就这个词 咱们还可以改成其他的同一词 大家有没有 人人啊 OK 人人 对 可以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依旧 对不对 依旧 人就 依旧 仍然 你们会发现 都是这几个词 你就 就 人 人 对吧 好 是可以换的 挺好的 好 来 音书继续下一个词继续 隐约 我隐约 听到了一个喊了喊了我的名字 但不知道是谁 嗯 我隐约听到有个人喊了我的名字 但不知道是谁 也就是 我隐约 还有什么 挺你 还有一个词 最简单 好像 好像 对 我好像听到有人叫我 诶 你们听到了吗 我们没有听到 是吧 我隐约听到了 我好像听到了 好 下一个词 是 阿凤的 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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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对不可以 不可以辜负 他对我的信任 对 我绝对不可以辜负 他对我的信任 我不能够欺骗他 他这么相信我 我不能辜负他 不能欺骗他 好 下一个词 阿凤继续 希望 每个不幸福的人 都希望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对 每个不幸福的人都期望 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都希望自己 对吧 期望 希望自己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好 正确啊 好 接下来 在这里 咱们看一下这一段 这一段咱们怎么去填呢 哎 第一个字是操劳 骨干 辜负 月饼 七万 好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 大学毕业后 我到了一家贸易公司 工作 努力 勤奋 现在也算得上是公司的什么了 阿梦 公司的骨干 骨干 哎 好 正确 骨干 正确啊 中秋节快到了 我打算给父母送和什么表达心意 阿凤 月饼 月饼 对 送月饼 送和月饼 送一盒月饼 好 因为父母为我们什么了半辈子 英书 操劳 操劳 操心 对吧 操劳 操劳了半辈子 半辈子的反义词是什么呀 一辈子 一辈子 对 半 一 一半 好 最后 我努力工作就是为了不什么父母对我的什么 好 不什么 阿凤 不什么呀 不姑父 不姑父 父母 对 好 最后一个因书 期望 对我的期望 好 很好 那这样子的话 看来是大家直接就是秒记得这些生词 对吧 并且秒懂这一小段对话 好 OK 来 接下来我请一位同学来给我们读一下 好 来 阿梦同学麻烦你给我们读一读 很快速的啊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后 我到了一家贸易公司 工作努力 工作努力勤奋 现在也算得上是公司的骨干了 终究结合快到了 我打算给父母送和月饼 表达心意 因为父母为我们操劳了半杯子 现在也该想想福了 我努力工作就是为了不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 好 OK 在这里 好 这个词啊 老师发现阿梦同学跟刚才阿凤同学 因为这个词越南语是秒对吧 好 所以你们在读的时候 你们读快的时候 我发现你们会读 秒答了 这样 就很快的 表达了 这个稍微的注意一下就行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下面的生词 拨 拨打 骑马 隐约 人救和拜托 好 昨天我怎么样 打好朋友小玩的电话 阿凤 什么打好朋友的电话 拨 拨打 拨打 对拨打 好 没有人听 直到今天早上 什么没有他的音信 音信的意思就是没有他的消息 没有他的消息 他还是没有回复我 好 音书继续 在这里你填什么 直到今天早上 人就 人就 依旧 仍然 我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没有他的音信 好 下一个 我心中 什么有种不安的感觉 哎 有点不安 觉得有点害怕 有点担心 好 阿凤 隐约 隐约 对 隐隐约 约 隐约 这个词 大家可以把它改成 AABB的形式 隐约 隐隐约 好 所以呢 就给小玩的单位 就给小玩的单位 他的工作单位 打了个电话 想怎么样 他的同事 查看一下小玩的情况 阿梦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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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 对吧 麻烦他的同事帮我查一下 拜托 他的同事帮我查一下 好 那同事告诉我小玩的手机坏了 什么要一个星期才能修好 起码 起码 最后就只有这个词 起码 起码 起码要一个星期才可以修好 好 正确 好 来 英书同学 麻烦你给大家读一读 昨天 我 我拨打好朋友 小王的电话 却一直 无人接听 直到今天早上 仍旧 没有他的音讯 我心中 警觉有种不安的感觉 便给小王单位打了个电话 想 拜托 他的同事 查看一家小王的情况 同事 同事告诉我 小王的手机坏了 起码要一个星期才能修好 知道小王没事 我就放心了 嗯 很好 谢谢你 谢谢你给大家蓝读 好 来 我们继续看到 诶 生词蛮多的 好 来 阿芳同学 继续看到这里的第一个生节 温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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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天气 也很热 温着 温着 训练 训练 结束时 大家都温身汗水 好 对 训练 训练结束时 这个词是炎热 炎热的意思就是太热了 非常热 炎热的夏天 对吧 很热的夏天 炎热的夏天 炎热是一个书面语 我能语 书面语 好在这里 浑身汗水 它的同一词 咱们还可以用什么声 全身 对全身都是汗水 好第二个词 阿峰同学请你继续读 电记 常年出门在外 父母总是电记着我 对电记着我 电记着我 电记着我 常年出门在外 也就是我经常在外面 不在家 不在父母的身边 所以父母总是电记着我 总是挂念着我 总是挂念着我 电记就是总是想着我 挂念也可以 挂念 电记和挂念都是书面语用的很多 也就是总是想着我 在口语当中我们就说简单的 我的父母总是想着我呀 因为我经常不回家 对吧 总是挂念着我 总是电记着我 好下一个词 音书 丢人 爸爸 爸爸常说 我要好好工作 不能给他丢人 丢人我们还可以说 妈妈怎么说 丢脸 丢脸 对了 不能给他丢脸 你不要给我丢脸 你不要给我丢人 好继续 继续下一个词 音书同学 继续下一个词 炫耀 他总是像我 炫耀 他有一个多么优秀的女儿 炫耀 对吧 他总是像我炫耀 他有一个多么优秀的女儿 好让我羡慕他 其实我一点也不羡慕 是吧 好下一个词 阿梦 面子 我的父母都是非常要面子的人 面子对吧 刚刚你读面子 在这里你又读面子 面子 面子 好非常要面子的人 好这里要面子 好要面子这几个词 这三个词 大家还可以把它改成 好 爱面子 对爱面子也可以 对 好面子 爱面子都是对的 很好 哪位同学说的 好爱面子 或者是好面子 要面子都可以 他太要面子了 他太好面子了 他太爱面子了 注意啊这里是好 好不能多好 不能多好 好 来接下来下一个词 下一个成语 阿梦同学 请你继续 小心意义 他小心意义的 拿起那个花瓶 剩他 帅碎的 帅碎的 帅碎 好小心意义 小心意义就是非常小心 非常小心 那他的反译词 大家可以想到什么吗 小心意义的反译词 初心 对初心 对了初心 这是我们学过经常用的 初心 你太初心了 你怎么能这么初心 那个花瓶是妈妈最喜欢的花瓶 或者我们还可以用大意 大意 好 对不起 是我大意了 是我没有仔细检查工作报告 所以今天老板还会骂我了 不好意思 是我大意了 是我初心了 大意 初心 好 我们这两个词是经常用的 经常用的 他的反译词 好行 如果啊 如果老师在讲的时候 比如太快了 你们没有来得及记 没有来得及写 麻烦你们可以说 老师你能不能等我一下 我想拍个照 或者是我想截图 截屏 截图 什么是截图 什么是截屏 把屏幕拍照 对 拍照屏幕 拍照屏幕 对 对吧 拍照屏幕 非常好 好 来 接下来我们去看 好 下面的这个语法 什么什么者呢 什么什么者呢 这个是表示一种程度 这个程度呢 它比较的深 比较的深刻 并且还有一点点夸张的语气 经常用在口语当中相当口语的 有点夸张 哎 很夸张的 好 来我们看到这里 这个句子 阿凤 阿凤同学 麻烦你读一读 别看我已经年过七旬 呃 我身体好折呢 哎 对 七旬 对吧 七旬是多少岁 我已经年过七旬 也就是我已经七十多岁 这里过了嘛 过 超过 对吧 好 他说我身体好着呢 哎 其实七十岁了 就算身体好 但是也没有年轻人的身体好 所以呢 这里就是稍微夸张一点 哎 我身体好着呢 就算你年轻又怎么样 哎 我就算年过七旬了 我身体好着呢 好得不得了 对吧 有一种意思就是 好得不得了 夸张 哎 我好得不得了 我好着呢 意思是一样的 好 第二句 阿梦 阿梦 他肯定 他肯定发烧了 身上躺 身上躺着呢 第四声 对 碳着呢 身上躺着呢 对 碳着呢 我们一般用这个字 碳这个词 我们比如煮了摊 对吧 哎 今天妈妈做饭 煮了摊 太烫了 太烫了 妈妈不小心 碳到了手 哎 那他发热 肯定是肯定温度很高啦 他的头 身体肯定都很热 哎 可是在这里 我们用了一个词 碳对吧 碳着呢 哎 好 碳我摸到 我就觉得 我的手好痛好痛 有点夸张 对吧 他的身上 碳得不得了 哦 碳得不得了 也就是探着呢 身上探着呢 好 来 接下来 第三句 安梦 我女儿要面子探着呢 从来没有辜负过我的期望 嗯 那我女儿太要面子了 对吧 好 非常的好面子 从来都不会辜负我的期望 没有辜负过我的期望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这 这呢 表示很夸张 在口语当中使用 好 来 在这里 有三句 有三句 好 第一句是阿凤 第一句是阿凤 第二句是音书 第三句是阿梦 好 请来 表示夸张 不行 干不 干不动了 今天不干了 我 我累着了 哎 对 把这个改成 我累着了 我累着了 太好了 啊 很好 好 来 第二句 天天上下 上下班的时候 公共汽车 挤着呢 哎 公共汽车挤着呢 特别挤改成挤着呢 好 在这里大家 老师给大家补充一下 公共汽车 我们还可以叫做啥 公车 哎 公车 好了 公交车 对不对 公交车 好 老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一个一个用法 就是年轻人 就是年轻人现在 比较喜欢用的 哎 就是可能骂人的时候 或者说形容一个人的时候 比如 我不怎么喜欢那个女孩子 好 大家注意听老师的例句 老师的比如 我不怎么喜欢那个女孩子 因为我听朋友说 她是一个公交车 她是公共汽车 有没有听过 没有 没有 但是老师说 我也懂 我说你们也懂 但是 现在知道怎么用了吧 好 阿梦懂了 不知道音术和阿凤 有没有反应过来 好 懂了老师 懂了老师 OK 那我就不解释了 好 对 所以呢 为什么想告诉大家这个 那到时候你们要是看那个抖音啊 什么评论 微博的评论下面 就说 哎 好像公交车哦 这样子 对不对 很文明的用法 其实是在骂这个人 对吧 好 还有 这个是形容女孩子的 形容女孩子 我们用公交车 或者公共汽车 那还有 大家都知道 空调 对不对 空调 嗯 好 有一种空调 你们去灌商场的时候 灌商场 你们会发现那个空调是很大 并且它是在墙上 它不像在家里 它比较小 对吧 对 对 所以那个空调 我们叫什么空调 有没有同学知道 那个空调 我们叫什么空调 我不知道 哎 老师打在这里 那种空调 叫做中央空调 中央就是那个中恶 对吧 中央空调 中央空调 就是在商场 这样子的空调 叫中央空调 中央空调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用 还是所有来商场的人 都可以用 所有人都可以用 是的 所有人都可以用 那这样子 那年轻人呢 就会去用这个中央空调 来形容一个男孩子 哎 他会说 我不喜欢 像中央空调的男孩子 也就是这个男孩子 他同时对每一个女生都很好 女生热了 他都会去给这个女生很凉快 让他不要感觉热 对吧 让他不要感觉热 其实也就是怎么样 对每个人都一样 就像这个中央空调一样 好 理解了吧 你变了 OK 这是给大家补充的 补充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怎么用 好 我们继续看到 第三句 好 第三句 音书 注意 不是我吗 不是 那是谁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注意点 最近感冒的人多着呢 医院里都是人 对最近感冒的人多着呢 好 在后面加上人多着呢 好 行 非常好 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了 好 在这里是让你们用班和把什么给和算得上 但是这几个词啊 这几个词是我们还没有讲的 好 并且是在课文当中会出现的 以及这个作业 我们就去直接去看课文了 那个我们学完之后 再让大家去做 好 再让大家去做 好 但是我们还剩下一些词 最后的五个词 最后的五个词 好 来 首先第一个阿凤同学 主管 这位是我们的部门主管 我们的部门主管 我们的经理 我们的管理人 对吧 主管 我们的部门管理人 好 下一个词也是阿凤 助手 这家公司的每个每一个主管都有一个助手 助手还可以叫做助理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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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经理有一个助手 经理有一个助理 下一个 下一个词是 音书 满怀喜悦 也就是 喜悦 非常的 多 很丰满 对吧 很富有 很丰富 喜悦 开心 他满怀开心的走了 他满怀幸福的走了 好 喜悦 下一个词 阿梦 馅 每年我加什么馅的月饼都有 对 好 比如 那个水稿 哈稿 叫什么 饺子 饺子 饺子里面我们包的那个肉叫什么 馅 什么馅 肉馅 肉馅 还来饺子馅 对不对 饺子馅 大家可以在前面加上这个 比如月饼 那就是 把它放在这个馅的前面 月饼 包子 馒头 等等 蛋糕 面包 好 下一个词 音书 灿烂 照片中 每个人都笑得无比灿烂 灿烂 那是笑得很开心 还是笑得一半半 很开心 相当开心了 对吧 无比灿烂 相当灿烂 很很很 非常非常非常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好 在这里是让大家去听课文 然后我们要判断 以下的句子 是正确还是错误的 现在老师给大家犯 麻烦同学们 看着你们的课本 好 看着你们的课本 把课文打开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行 那咱们开始 咱们开始 第三课 一盒月饼 课文 一盒月饼 清晨上班 走到公司楼下 迎面站着一位 农民工模样的男人 他打量了我一番 到嘴边的话又不说了 我停住脚步 疑惑地问 您有事吗 他搓着手迟疑地说 有件事想拜托你 您说吧 只要能帮的 我一定帮 这回轮到我打量他了 宝金沧桑的脸上 流露出朴实 一双过于操劳的大手 无需起码一个星期没刮了 南方口音 果然 他来自南方的一个乡镇 原先是裁缝 现在在我们旁边的港口干活 他女儿在上海 中秋节快到了 要给他寄盒月饼 可他白天在工地 地址没发写 想请我帮他代收一下 这个忙好吧 您不怕我把收到的月饼给吃了 我半开玩笑地说 他笑着说 不会 你和我女儿一样 丝丝闻闻的 一看就读过书 心眼好 守信誉 怎么会欺骗我呢 他说 女儿念了硕士 有学位 在一家一流的公司上班 是个主管 还有助手 怎么也算得上市公司的骨干 收起女儿 他满脸的骄傲 我记下了他的电话 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 他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满怀喜悦地走了 第三天中午 我收到了一个重重的包裹 发见人叫张新月 我马上拨打张师傅的电话 却无人接听 给他发短信 他也不回 直到下班 仍旧没有阴信 我心里隐约有些不安 抱着包裹就往工地跑 找了一位工人 请他帮忙找张师傅 一会儿 浑身汗水的张师傅 张师傅来了 他见了我又是道歉 又是感谢 说今天特别忙 手机没电了都不知道 说着就要拆包裹 非要请我吃月饼不可 我说家里什么馅儿的月饼都有 还是赶快给女儿打电话吧 电话通了 张师傅满脸慈爱 笑得别提多灿烂了 欣欣 月饼爸爸收到了 我身体好着呢 别惦记 好好工作 别给爸爸丢人呢 讲完电话 张师傅还没忘了向我炫耀他的女儿 要面子着呢 从来没有辜负过我的期望 看得出女儿是他的幸福 完了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一篇文章 它有几个自然端呢 几个自然端 有八个 有八个战断 是老师数错了吗 看一下 一二三 刚才老师数成了九个 三个 九个 九个对不对 九个 对 好 九个行 我还怀疑了我自己 好 第四个 第五 第六 第七 好 接下来八九 OK 行 有九个自然段 好 首先 我们把它分开 这里的九 我们把它分开 好 我们首先去看到 当大家听完 听完 我一样想要知道 我很好奇 大家听完之后 可以懂百分之多少 阿凤同学 你懂了百分之多少 我懂了百分之九十 九十 哇 好办 好 音书咧 我懂了百分之百 因为我听过了几次了 好 你已经提前预习 是不是 对 阿凤呢 我跟音书一样 我听了好几次 好 都是提前预习 是吧 好 那阿凤是百分之九十 然后你们是百分之一百 那几乎都是相当于 都是在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位 以上的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他早上的时候去上班 对吧 走到公司的楼下 然后遇到了一个男人 什么样的男人 农民工模样的男人 对 农民工模样的男人 像农民工一样的男人 所以呢 打量了我一番 谁打量了我一番 那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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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像农民工一样的男人 对 好 到嘴边的话 又不说了 到嘴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 他本来是想说 结果又不说 对吧 好 所以呢 我就停住了脚步 我就停了下来 我不走了 我觉得很奇怪 他明明想说 怎么又不说了 您是便疑惑的问 我很疑惑 我很奇怪 我很好奇 您有事吗 他搓着手 迟疑的说 好 大家看 有件事 想拜托你 他搓着手 为什么要搓着手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像农民工一样的男人 他的内心状态是怎么样的 有点紧张 对 有点紧张 比较紧张 所以他用搓手这个动作来表示出 他内心的紧张 好 接下来看到第二段 第二段 我就让他直接 您说吧 如果我可以搬的 那我就一定会搬助您 好 接下来就轮到 这里用个词轮到 为什么说现在轮到 我打量他了 轮 对吧 为啥 是因为他已经打量了我 因为他刚才打量了我 所以现在轮到我了 好 那我们看到他的脸上 保金灿烂的脸上 流露出朴实 也就是虽然可能他长得不是很好看 或者他脸上皱 那个皱纹有很多 也比较黑 等等 反正就是很参三啊 但是呢 我可以看出他是个好人 他是一个朴实的人 对吧 并且他的大手过于操劳 那过于操劳 我们知道农民工 如果是操劳的手 那也就可能他的那个手上有很多老茧 对吧 老茧 就是工作做太多 他的手上会掉皮 会有很多疙瘩 老茧 操劳的大手 并且他的胡须 他的胡子 起码是一个星期没有刮了 一个星期没有刮 我们就可以看出他都是在忙于工作 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 并且还是个南方口音 在这里为什么要强调他是南方口音 有可能我们现在这个作者在的这个城市是在哪里 南方还是北方 对 对在北方 所以要强调他是个南方人 为啥他作为一个南方人来到了我们遥远的北方 来工作 哎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段 果然确实如此 这个男人他就是来自南方 并且还是来自南方的一个小地方 一个什么小地方 好 他以前的工作是什么 这个男人以前的工作是啥 以前的工作是裁缝 对裁缝 那他以前的工作是裁缝 现在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现在是在港口的工人 嗯 对 在港口的工人 他在港口干活 那在港口大家想一下就只能干嘛 是不是帮别人搬东西 对吧 帮别人搬运东西 好 我们叫做搬运工 搬运工 港口的搬运工 哎 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了 以前是裁缝 没有那么辛苦 他就只用缝一缝东西 但是现在如果去港口搬东西的话 东西都很重 很重 所以很累 他的手上就有很多老简啊 哎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他的女儿 这个男人的 这个男人的女儿 他的女儿生活在哪里 他的女儿在上海 在上海 上海是南方还是北方 阿富 上海是南方还是北方 上海是南方 对 上海是南方 所以他的女儿在南方 他也是南方人 可是他现在在北方工作 这里呢 就突出 哎 女儿在上海 跟他一起 他是一个人 远到北方 来工作 来干活 好 那 中秋节快要到了 所以呢 他 这个男人 因为中秋节快要到了 所以他想干嘛 英叔 这个男人想干嘛 因为中秋节要到了 他想干嘛 女孩 嗯 他想干嘛 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想 想给他记忆和月饼 啊 他的女儿 想要给他记忆和月饼 好 那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 但是他白天 是在工地 我们知道港口 港口每天有很多的货 有很多的人 对吧 哎 要走贸易 所以呢 是没有办法在那停留 哎 我等一下 等一下 我去拿一个包裹 我去拿下快递 你们等我啊 怎么可能 不可能 对吧 时间到了 这张船就要开走 下一张船又开来 所以这个地址 不是固定的 没有办法去写 那 他就想拜托我 他就想 麻烦我 干嘛 这个男人想麻烦我 做什么呢 这个男人想麻烦我 帮他收一下 一盒月饼 对 帮他收一下月饼 帮他收一下女儿 寄过来的月饼 很好 接下来看到 第四段 哎 那我听完之后 我就半开玩笑的说 我想故意的去逗一逗 这位农民工 哎 我就开玩笑的说 这个蛮好办 这个蛮太容易了 但是您就不怕 我直接把你女儿寄过来的月饼 直接给他透斥了 给他吃掉吗 哎 那农民工 说不会 农民工 为什么觉得 农民工凭什么认为我不会 他凭什么认为我不会偷吃掉 阿凤 他为什么认为我不会偷吃 因为他看我 那四四五五道 就是读过书的人 不会逼骗他 嗯 并且还有两个特征 哪两个特征 先染好和守信力 对 好 很好 在农民工看来 我跟他的女儿一样很斯文 并且看起来就是读书人 读过书的人 心地善良 心眼好 守信力 所以不会骗他 不会去偷吃他的月饼 好 那讲到这个之后 农民工就开始告诉其我 关于他女儿的事情 那农民工告诉了我一些什么 阿梦 农民工向我透露了一些他女儿的信息 比如说 比如他的工作以及他的岗位 诶 对 好 他女儿的学历如何 他女儿的学历是硕士 嗯 并且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 并且他现在是一个主管 在那一家一流的公司 做主管 嗯 嗯 好 很好 对 女儿现在在一流的公司 做主管 并且是硕士毕业的 好 那说起女儿 她的脸上写满了骄傲 诶 又觉得 就是觉得 就算我自己是一个港口的搬运工 可是我的女儿 我很为我的女儿骄傲 我的女儿比我还要厉害 诶 好 那这个时候 我就记下了这位农民工的电话 并且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 好 农民工小心翼翼的收起来 用了一个词小心翼翼 诶 也就是很仔细很谨慎 生怕不小心把我的名片弄不在了 就没有人去搬 他的这个蛮 搬他熟月饼 是吧 所以他满怀喜悦 很开心的就走了 好 等到了什么时候 我就收到了一个包裹了 什么时候我收到了包裹 阿凤 三天后 对 三天后的 中午 中午 是的 这个件事发生后的第三天中午 三天后的中午 我就收到了一个包裹 诶 这个包裹上面 发件人的名字 叫做 叫做啥 阿凤 张星月 张星月 好 那所以他姓张 那我就马上拨打张师傅的电话 张师傅是谁啊 是张星月的爸爸 是港口的人工 对 好 老师是故意问的 对吧 就是那个港口的员工 港口的搬运工 那天 哎 那个像农民工一样的男人 那个拜托我 帮忙的男人 张师傅 好 我们知道了 他姓张 好 但是我打电话给张师傅 他没有接 没有人接 并且我又发短信 还是不回 哎 我都下班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 一直没有回复我 一直没有阴性 这个时候我就有些担心 有些害怕 那我担心有些害怕 那我就做了一个什么举动因素 因为我害怕 我紧张 所以我就去干嘛了 我有什么行为 我抱着包裹 就往工地 往工地跑 找了一位工人 请他帮忙找张师傅 哎 好 对 也就是 我感到不安 就抱着张星月寄来的包裹 去找张师傅 但是没找到 所以就拜托他的同事 好 那不过一会儿 我有没有见到 我有没有见到张师傅 大家 我有没有见到 见到了 对 我见 好 我见到了张师傅 那我见到了张师傅 张师傅整个人的状态怎么样 他有个特征 什么样的张师傅 我见到了什么样的张师傅 浑身呢 浑身汗水的 他为什么会浑身都是汗水 因为一整天他非常忙 一整天非常忙 一整天都在搬东西 对吧 很辛苦的搬东西 好 行 那最后我见到了辛苦的张师傅 浑身全身都是汗水的张师傅 那张师傅也见到我了 张师傅见到我之后 他的另外一种状态 又是什么样子的呀 他见到我 又是道歉 又是感谢 为什么要道歉 阿梦 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是因为他 他没有回复我的消息 没有回复我的消息 对吧 好 很好 好 为什么要感谢呢 阿凤 他为什么又要感谢我 他刚才道歉 干嘛又要感谢我 帮他收下包裹 还要带包裹 到他 他这里 是的 对 很好 那这个时候 他为了感谢我 他就要把这个包裹 这个快递 把它拆掉 并且非要 一定要请我吃这个月饼 非要请我吃月饼 不可 也是一定要请我吃月饼 我就告诉他 我家什么味道的月饼都有 什么馅儿的月饼都有 请你 还是赶快给你自己的女儿 打电话吧 好 当这个电话打通了以后 这个电话打通了以后 张师傅又表现出 另外的一种模样 另外的一种样子 音书 什么样子 他满脸慈爱 笑得别提多菜烂了 他是跟谁通话 所以他满脸慈爱 并且笑得很开心 他的女儿 好 他叫他女儿 星星 他女儿的小名 张 张星月 对吧 星星 月饼 爸爸收到了 我身体好着呢 别惦记 好 他用了这个好着呢 用来夸张强调 他没有告诉他的女儿 我很累 我满了一整天 马上都是大汗 并且我的手有很多老简 很多疙瘩 没有 他为了不让女儿担心 对吧 好 好好工作 你不要给爸爸丢人啊 还故意的这么说 明明就知道 自己的女儿其实很棒 还要刻意的去说 你不要给我丢人 不要给我丢脸 那当他挂完电话 当他和女儿讲完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 张师傅还是继续的 跟我炫耀他的女儿 对吧 他前面已经炫耀了一次 他拜托我帮忙的时候 又炫耀了一次 现在 在我面前打完电话之后 再一次炫耀了一次 我们可以知道 可以知道这个女儿 对张师傅 对她的意义是啥 阿梦 张星月对张师傅来说 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 张星月对张师傅来说 是 是张师傅的骄傲 是张师傅的骄傲 也是她的 是她的心思 是她的骄傲 既是她的骄傲 又是她的幸福 对吧 用上我们学过的 关联词语 既又 好 很好 这个就是九个自然段 好 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对吧 小孩子永远都是父母的骄傲 虽然他会骂你 是吧 虽然他骂你 可是在外面 他还是觉得你是他的骄傲 好 来我们 虽然时间到了 我们快速 快速的把这三道题 给他完成 第一道题是对还是错 阿梦 第一道题 请你读一读 一位努民共模样的男人 来到我的公司楼下 要我帮他一个忙 是对的 嗯 好 很好 开头的第一段 就告诉我们了 对吧 好 第二段 阿凤 他告诉我 他有一颗女儿 在上海的大学 读 因为她的女儿已经学过了硕士了 她的女儿已经在上海上班 嗯 对 我们不叫学过硕士了 我们叫已经硕士毕业了 毕业 对 啊 很好 你知道为什么错啊 非常棒 好 第三 第三 好 这个是月饼 老师可以打错 是月饼 好 听书 是对的 最后一段 刚才我们才读完 对吧 好 行 那这一节课 我们就看完了课文 以及生词啊 后面我还没让你们读下节课上那个讲作业之前啊 老师呢会请大家来读一读 并且完成一下这个回答使用这个这个句子啊这个句型啊句型 好 好 那今天咱们的内容有没有问题 或者说刚才老师太快你们没有来得及拍照的 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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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没有的话就祝大家早点休息早点睡觉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再见 再见 晚安 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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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